這是火龍果 之前它小小的開花的時候還蠻漂亮的 不過它現在開始在接過了 你看看我把它架成這樣子 然後讓它其實有陽光的面積多一點 它就比較容易長過時 另外一邊這個百香果 我覺得它陽光不足 然後水分也有點不足 因為我的那個筒子不是用很大 所以不太能長得很好 而且好像有老鼠在咬 之前有介紹一下我家的芭樂快死了 可是你會發現 它又長回來了 而且之前有受到病蟲害 然後現在過了冬天之後 就完全好了 生命總是會自己找到它的出路 這樣嫩芽 長得還蠻漂亮的 今天是陰天 今天是陰天 這是我的菜園 所以我一定會看到 那是陰天 我們會被驚訝一下 是陰天